我之前也分享過,我毀了一份工作去非洲 其實在牧師提出這個說去非洲的短孫的時候 我的心裡已經有一份感動在裡頭 然後我也要求神,如果這個是真的我感動 而不是衝動的時候求神讓我繼續有這個感動 我一直都很深的感動 你叫我去非洲旅行,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 後來有牧師為我祈禱的時候 我更加有一個人情,我也嘗試去做一些很理性的事情 就是跟公司嘗試請假 但他一直拖我,到後來我看到他拖了這麼多次 我覺得他也沒什麼誠意給我眼,我就不遞信 遞信那天好像很有益,但回去我其實很優秀 因為臨近年尾,所有的優惠會全部都沒有了 我心裡是優秀的時候,那晚洗完澡 突然捉著頭看著燈,一個省電單 為什麼會有一個很清晰的彩虹,一個圓桶 我覺得那一刻我心裡很有安慰 神用彩虹成為我的藥 告訴我這次我決定是沒有做錯 我帶了一個興奮的心情,一個期待去非洲 後來,到去之前,我的心裡好像 究竟神,你會在那裡為我做些什麼事情呢? 神給我一個感受就是,你好像去一個地方 和你的另外一個,去那裡有一個驚喜 我帶了這個心情去 直到一路去飛機上整個旅程,我也沒有任何感覺很平靜 大家在那裡下機那一刻,我的感覺好像很熟悉 雖然大家的膚色不同 但我看到那些人好像很有親切感 我從來沒有試過跟非洲人這麼近的距離 我就覺得很親切感,很像家庭 好像回到自己的家鄉 有那個感覺 直到去到那裡,其實我 在那裡看到的環境,很大的草原 很大的天空、雲 我看到神的創造 因為香港沒有的,全都是高樓大 我們看到的天空真的很狹窄、很細小 人會變得很理性 但去到那裡,我看到各樣的生物花草 這麼大的平原、這麼大的太陽 我都覺得,哇,神真的很愛我們 好像包住我們這樣的感覺 我感受到那種神的愛 就像聖經所裡所形容的 神多麼愛我們,都比起一切好的東西 但我們在香港就不懂得珍惜這些東西 而且我就在這個旅程當中 我就是那個被聖靈充滿 然後我嚇一大笑的那位 我在香港常常想嘗試 牧師就叫我們用靈 湧向神,有神又湧向我們 我都嘗試來嘗試去 因為我心是很有喜樂 但我笑不出來 但在那天,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牧師說我祈禱 那我便覺得,初初很有感動 感動到那種喜樂 我是很感動的,流了眼淚出來 但那是很開心的哭 然後牧師繼續,好像牧師感覺到我 感覺到我,繼續加力給我 我突然好像我的身,好像不由自主 然後坐著坐著,然後自己就笑出來 我突然笑到屋底身,起不回 直到我起不回 直到我身後已經收散了 即是太好笑,但不知道笑什麼 就是那一刻,我有一個釋放出來 由那一刻開始,其實我就是 那個人是做什麼事情 好像,隨便你說我什麼笑話 我都笑得出來 隨便我見到什麼,我都可以哈哈 但是笑,可以很開心 我覺得這個是肥醫治 神在那個非洲女頭 讓我得到釋放 即是我的喜樂是出來了 以前是收在裡面,但發不出來 現在就可以全部發出來 我到今晚都是好像 自己好像變成仇女 什麼都笑得差 什麼說什麼都可以笑到 那我覺得很開心 那牧師叫我整天保持住 我整天都試 結果是起落出來的 但我沒有像那一半一樣 狂笑 即是控制不掃自己 狂笑 那我覺得很感恩 那我覺得在這個旅程 這一刻還有一個夢幻 那個人可能還在非洲,還未回來 我是覺得在那裡收到一個禮物 是感受神的愛 以及我得著意志 還有我也在那裡看到很多人 他們很窮 有76%的失業率 但他們仍然很相信 很相信神 很愛神 很相信神 很信靠神 神會幫助他們 即是我們看到他們這份勇氣 這份信靠神 我們就要學這件事